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战神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14集 我是310 那么上集我们是利用这个一点点简单的物理学原理 坐船逃离了这个赫尔海姆 这是奥运的 我认为这个是严重的味道 在逃离的时候呢 儿子甚至看到了老父亲 曾经勇猛的钢自己的老父亲 我们先看剧情 他必须被拆了 但是为什么 他一直有他的理由 我应该来看看 哇 这些是最难以估计的 为什么 什么意思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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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难以估计 看 看 看 这些是严 这些是严 运动 可能 可能 并且 这些是严重的 但是 什么是严重的 那是不太清楚 那些人在鱼匙呢? 不是人人,是某些地方 他们认为... 战 对 你怎么... 这个我太太知道 哦 他的眼睛 他们像你的 像你的 不愿意 是 你的眼睛 对 我们的大人 给我一看 好 有趣 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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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那 有秘密的 被人拆了 所以不可以来到他 那些人之类 大家的尼 тол派对的 但还各位在前尾桑地 T lore 我会信了我会救Cómo Avни 你跟小军的打电话 nada吗 拥�대说我们 � Mul hợp 不瞧谢谢eman 尾桑地水发 appears 没有 没有想到我们 他究竟给鬼怀这到底有一个规模 但我们都能这些砌 炼来封客这种味道 什么 Ook在岸振 ju 认识 Falls还会找到尼狠 你说我们没有选择 你不看兄弟 Odin never gave up hope 而我们也没有 他认识有一个证据 但是我们是他们找到它 这些计划是一个键 去某柠檬梯留下了 我不知道哪里是走的 或是什么我们会找到 但是它是一路 怎么做我们这个键 我建议我们请一双双 好吧 这样我们又有新的线索 不过这边这四个角上的 四个符号非常有意思 其实暗示的是 四个神话体系 右上角是希腊神话 我们就不解释 左上角是荷鲁斯之眼 是埃及神话 这个东西大家也经常见到 比如说在这个刺客信条 还有这个守望先锋里的那个 天降正义 那个角色的眼睛 也是这个荷鲁斯之眼 去的趟赫尔海姆这个 阿仔好像成熟了很多 既然老父亲不想提那就算了 是吧 是时候该放一放这个好奇心 然后刚才说了一半啊 这个右下角那个 右下角那个呢 是三曲腿图 这个是代表开尔特神话 或者叫开尔特文明 虽然说这个三曲腿的图案呢 在这个开尔特文明出现之前 就已经有出土了 但是把它发扬光大呢 是这个开尔特文明 所以说一般就认为它是 这个开尔特神话的象征 然后左下角那个呢 大家看着非常眼熟是吧 就是OBS 哪里什么都会发生 你迷尔被禁言啊 老父亲非常机智的发现了这一点 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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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多长久 她有眼睛在她的位置 我当时就在这种患者 我当时知道Balders的危机 我在这里 是的 你刚才说你明显了Balders的危机 我那是吗 但是Balders 是为了各种危险的危险 体会和魔力 足复 足复 巴德尔的弱点上一集我已经讲过了 这边我们找这个矮人处罚主线剧情 侯大 我有抗击我手套吗 我用的手套做到项身是逼妙的 然后不震撑 这儿就密砂 制作风险同特顶 保持团色厚子 好的 帅哥 那么你设计 找一个缶子的侨应 你刚才我看到一个 我开始做到的方向 闭嘴你 在哪里 你也知道了 我必須把手洗掉 不只站在那裡 我們做這個 什麼 你 你不在工作上什麼 不是武器 真是 為什麼不 什麼 我可以墮長也 什麼 看來臉 保持臉 你保持你的臉 我需要更加熱 我需要更加熱 進來 你會再補充這個鋪 不需要 我不需要 我超級補充了 看 真是 好 你小小蝦 不太晚 學習新的技術 是嗎 沒有 不是 這裡 這裡 不 別忘了這 新的技術 從口袋裡掏出來 這個東西居然是熱的 紅的 新的技術 難道把熔爐放在口袋裡 對 你長得更加熱 人 也有多腰 不足 好 真好想見你 但 现在 屬於你的品牌看 你會有些 什麼 我熟了 你兩位 你兩位 好那么从这个赫尔海姆回来以后啊 这个剧情就推进到了这个两兄弟 重归于好的这个这样一个剧情 接下来两人如果之前这两人的任务都做的话 他们会给你那个两人的终极任务 I could say the same to you I guess I was getting a bit full of myself told him what he needed to hear how's it sounds to me just the same I'm sorry for how I spoke to you,Sindry you forgive me already have like you said,it all worked out Now,let us get back to work before I get 不过这里的话布洛克的这个任务还没有做完 所以说他们这个任务暂时还不会给我 好,这里看一下这个购买里面已经出现了 这个伊瓦尔蒂的这个套装了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迷雾套 要到尼弗海姆去 这个拿素材才能做 好,我们这里把这个混沌之刃升下机 最后一次升机呢 依然是要下副本这个搜刮材料才会给你的 主线就不会给你了 好,这个火焰伏饼的话 爆炸火焰伏饼怎么还升不了机 我们把这个护身符升一下 接下来这一集呢 我们就去找这个能够升级刀柄的这个素材 顺便把这个broker的两个任务给做了 因为两个剧情是连贯的 所以说 放在一起做会比较好一点 看一下这个双刀 练刃的这个新的技能 其实没什么特别好 我们把这中间这个吞噬之矛 因为这招这个抓别人过来 尤其是抓这个眼球怪经常要用 他们就升一下 也不是特别必要 然后我们这边把这个反弹远程攻击的这个给升了 然后把这个守护者的复仇和这个守护者之怒给拿出来 这个两招打起来有点像斯巴拉队长 还挺好用的 前期的话 现在就一般般了 空手 还挺好用 因为它带有一个无敌时间 然后把这个斧子的冰冻攻击给升了 反正现在经验多 可以稍微浪漾 刚才这个左下角那个其实不是OBS 那个叫巴文 OBS也是用了这个文图案 这个巴文是源自日本 这个东西 儿子这个翻脸 反应很快 随机隐变 巴文这个东西 有人说它其实是来源于中国 但只能说 就是说中国在早期的出土文物里面 也有一些类似于这个的图案 先听里面讲过 这里就是沃兰德矿区 沃兰德矿区的话 第一次水位下降的时候就可以过来 就可以做这个broker的这个任务了 但是这个给的报酬一般般 所以说那个时候也不着急来做 而且战斗难度也稍微有点大 虽然没有这个法福纳储物街那个大 上来说先打一个乌鸦搜刮一下 然后把旁边的传送点给开了 继续说刚才的事 这个巴文这个东西呢 我认为还是应该归到日本 因为这个东西 只能说是在中国它有这么一个图案 但是你它是什么东西 有什么基于它的理论 或者说有什么意义啊 你说不出来 你比如像太极对吧 你中国你有基于它的一大堆理论 和这个象征意义 所以说你可以认为是这样 而巴文这个东西呢 更多的讲究和研究 包括理论体系呢 是在日本 所以说再加上这个索尼 圣塔莫尼卡和索尼 所以基本上可以认为 它代表的是日本神话体系 而且这个日本神话体系 很明显在这个国际上的文化输出 也高于这个中国 这个巴文 而且是跟那个日本的这个八番神有关系 八番神是日本神话的战神 所以说是吧 这样一说就更明显了 就是 那么这四个图案 是不是预示着这个战神系列 将来的这个发展方向呢 其他各个神话体系的神都瑟瑟发抖 那么这个呢 这个暂时看来还不会啊 新的战神如果出三部曲的话 应该都还会局限在北欧 从目前来看 这里的话 如果你提前过来 就算你没有触发这个任务 也是可以找这个broke来触发这个任务 只要水龟第一次下降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呢这个 沃兰德矿区 刚才我们读了一个这个 读了一个这个叫什么传说故事 叫做安德瓦列 矮人要我们找一个叫安德瓦列的矮人 老父亲心里只有这个搜刮 老父亲 有自尊心啊 我怎么可以为这个矮人做这种无聊的支线任务 我这个来这主要是要搜刮是吧 不是为了做任务 哼 所以看到有一个矮人的尸体啊 前进 会发现更多这个矮人的尸体 好然后这一段的话 有一段小剧情啊 这个在最早的这个 战神的某一个宣传PV里面 有过这个桥 这个桥段 噢 妈妈做了他们比较危险 那些 那你不要弄你的卡 试魂者想他妈的 赶紧溜 魁也来 这个试魂者呢 看上去跟那个 呃远古尸鬼差不多 但是游戏当中设定的他们是不同的东西 但实际上打起来还是差不多东西 好 我们这里调整一下这个浮温攻击 把这个换成咱们的这个赫菲斯托斯 去拨 拨动拳 然后下去有一场这个战斗 不是很难 那这里先把这个眼球控一控 等前方刷出敌人以后 这个人会很快冲过来找你啊 这个时候你先把他 一个猎尾坦波纹把他打过去 然后扔一下游户 这边稍微慢一点点 这个人没游户没烧到 然后注意的是 这里的眼球怪是特别喜欢附身的 一旦被附身以后 这个敌人就会 就会这个疯狂回血 之前大家也 遇到过这种敌人爬山的时候 所以说如果是这个主线 你不打先来这打吃线的话 你在这里应该是第一次遇到这个 试魂者 或者叫远古诗鬼 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特别难搞的 会附身的这个眼球 当然现在来打的话就非常easy了 这也是现在来做这个任务的目的 这游戏的支线任务稍微有点奇怪 好多都比主线任务要难 继续往前走呢 是一个女巫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破甲 但是这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摔落的地形 所以说就只能这个 送他两个符文攻击 你看这两个接得非常稳 一个打到浮空 然后掉下来的时候再接另外一个 咱们继续说刚才没说完的 这个安德瓦列和这个沃兰德 其实这个安德瓦列也好 这个沃兰德也好 都是有这个出处的 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三个符文的这个门 咱们接下来就是要打 找这三个符文 一个是远处那个火罐 你把它打掉 就开了一个 剩下两个我们慢慢往前走也会 渐渐解锁 这个沃兰德呢 非常有意思 当然这个沃兰德的神话 跟咱们的这个沃兰德矿区 没什么 没什么关系 只是一个这个名字借用了一下 好这里拿到一张藏宝图 肿胀的尸体 其实就是之前我们去过的那个度鸦断鸦 所以说你拿到这张藏宝图再去呢 会更加顺路一点 但之前我们是特地去了他 为的就是拿这个双刀的刀柄 好这个打 打掉了这个三个封印以后呢 这边门过不去了 得回去 从那个封印门走进去 这里有一场强制战斗会有点难度 但是呢 这边有很多油罐 所以说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然后这里不太小心 打得稍微有点这个太抠了 应该直接再送他一两个这个卢文符文攻击 就送他龟西了 不然现在你看被这个眼球怪附身了以后 就很难搞 他在疯狂回血 好这次把油罐打爆 这边的话 如果你早起来啊 一定要好好利用这边的油罐 看四个脚上都是各种油罐 所以说 输出主要靠这个油罐炸 上面还有一个这个远程要小心点 好 看到这边三个 趁他们对成一条线 送他们这个列维坦波纹 再来一个赫菲斯多斯 赫菲斯多斯 赫菲斯多斯直播 直线的 攻击非常爽 杂的 现在来的话就没什么难度了 反正就随便打打就完事 好这边 这边临走前不要往那桶子打一下 刚才有一个木板里面的宝箱伟名呢 这边顺路上去再搜怪拳 这个沃兰德啊 沃兰德呢 这个传说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工匠啊 技术精湛 他是个人类 他是个人类 但是他的手艺堪比这个矮人 然后呢 有一个非常不识向的这个国王 叫尼索斯 这个国王呢 远远的就听闻他这个手艺非常出色 就想把这个工匠占为己有 就悄悄的趁他睡觉的时候呢 把他给绑了 然后绑架运回国了 好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尸魂者 其实就是远古尸鬼 这里我们趁他走回去的时候再下去 要不然的话 刚一下子就被发现了 然后距离又近 不太好打 我们在走回去的时候 换成这个远古尸鬼的光线 啵啵啵 趁他转身的时候 打他一下 然后找一号掩护 然后在他露出弱点的时候 啵啵啵一番 那就完事了 甚至没有挺过一番 这样两个杂兵刷出来就晚了 是吧 这边我还想再爆一个油罐 但是这个人 站位不太好 老是挡住 老父亲很给面子 明明是自己打的 还要给这个 给儿子鼓励一下 这里如果你前期没有这个远古尸鬼的射箭怎么打呢 看到场上这几个油罐没有 你趁他这个敞开弱点的时候 打爆旁边的油罐也可以造成大量伤害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拿到了安德瓦利的这个戒指 安德瓦利已经死了 他的戒指还作为遗物 咱们要回去交任务 然后这个宝箱呢 就可以拿到这个之前买过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冰霜 冰巨人之怒还是冰霜巨人之怒 冰霜山怪好像是冰山怪之怒 之前我忘记掉这个地方可以捡到了 所以就直接去买了 后来想好像这个任务还没做 这个任务还没做 所以说这个可以直接拿到了 其实这个符文攻击技能呢 其实也就是这个任务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报酬了 这个矮人给的报酬反而不怎么好 还是这个冰山怪之怒的这个符文攻击会比较好 这里的话同样也是有好多油罐可以利用一下 诶 里面太能有点问题 沃兰德矿区虽然说这个战斗很多 但是呢 油罐也很多 好 还是要炸一下的是吧 能炸一个 尽量炸 所以说之前我是忘记到这边可以捡了 所以就买了一个 然后你拿过的这个东西呢 它就会变成其他的一些随机给一个这个咒术 就没什么用 当然也有可能连好这个碰到好的 但是基本上这个都不会带到通关的 就这个过渡一下 刚才没说完这个这个沃兰德 沃兰德他是怎么回事呢 他是被这个国王绑架去了 绑架去以后呢 把他矫健给挑断 然后关在这个塔里面 就帮这个国王啊 锻造各种各样的这个武器也好 珠宝也好 这个沃兰德当然是非常不爽 于是呢 他就伺机复仇 然后呢 趁这个国王不注意呢 这两个王子 国王有两个这个王子 一个这个公主 两儿一女 趁这两个王子来这个找这个沃兰德 这边先看 给了一个这个伏饼 当然这种伏饼前期可能还能用一下 现在完全没有卵用 这里你不着急走 好这里沃兰德的矿区 这个地区也搜划100%了 这里我们先不着急走 等一会儿呢 马上就可以触发后续任务 这个任务也是一样 需要这个第一个任务做完 另一个是水位第二次下降 满足这两条件就行了 好然后这个接着说 这边我们就可以直接走了 传送一下 这个沃兰德 这个沃兰德 这个沃兰德他趁那俩王子来找他锻造东西的时候呢 就悄悄把他们给暗杀了 设计把他们暗杀了 暗杀以后呢 把他们的这个头盖骨做成了这个酒杯 然后把他们眼睛做成这个珠宝 把他们牙齿做成项链 然后分别给这个国王王后什么的 但他们也是没有发现 只知道王子失踪了 非常蠢 这个故事很不科学 然后失踪很久以后呢 这个女儿就是公主要去找这个沃兰德 因为他这个有个戒指换 这个戒指本来也是从沃兰德这儿抢 我一直听到那是沃兰德的母亲 哎 菲 那是比较狗的名字 那是名字 那是名字 孟大人 然后接着说 沃兰德趁这个公主去拜访他的时候 让他修那个戒指 然后就把他灌醉 然后黑黑黑了 然后他还不过瘾 他造了一对翅膀 有点像伊卡洛斯 他这人因为是工匠 非常厉害 然后他这个腿虽然是断 但是他做了一对翅膀 然后飞了出去 飞出去以后 他就去找那个国王 然后把他所作所为 通通告诉了国王 让他爽了一把 嘲讽完以后 就挥着翅膀跑走了 这样一个非常血腥暴力的故事 这边我们遇到了 之前上一集讲过的 这边有一个山怪 只要把这个提尔 地窖里的那俩山怪干掉以后 这边就会刷这个 我们过来绝招联放就完事了 这里我也没有研究什么套路打法 就直接绝招联放就打完 现在这个四个绝招还能冷却 咱们甚至都 绝招都还没有完全放完就搞定 好 打他呢 主要就是为了拿这个 尼米亚的这个粉碎重击 其实就是三代的这个全套的 好像是L1加三角那招 这招非常爽 咱们可以把这个赫菲斯托斯之波给换下来 虽然从这个性能上来说 还是这个赫菲斯托斯也不差 而且冷却时间更短 但是这个尼米亚的重 尼米亚这个重击 这个非常震撼 观赏效果特别好 所以说呢 我特别喜欢这张 然后刚才我指了一下那个地方呢 就是最后一个这个 应该是尼富海姆的符文对照盘 我之前去过捡这个古尔维格的骨头 但是漏了那个宝箱 如果你现在想去尼富海姆呢 那就差那一个 好吧 那么这个 如果各位想去这个尼富海姆呢 就可以去拿上这最后一片这个 符文对照片 然后就形成这个完整的符文对照盘 然后就可以去这个尼富海姆迷雾国度 然后这边我们拿到了这个 两个老头滑水 这个尼悦尔德的讲手 这边这个宝藏 这个宝藏藏藏藏應該是在这个 法佛那的 那个家务室 那个任务不是有个 有艘大船吗 那个船户里面 应该就是这个藏藏藏 然后上一集我们爬山 快到山顶的时候 还拿到一个 一个藏藏藏 接下来我们去拿那个 所以说这个地方上一集没有来 就是为了一次性把这个 尼米亚的这个卢恩符文攻击给拿到 然后把这两个藏宝图都挖了 继续往上走呢 就来到这个女武神的议会厅 这个女武神的议会厅呢 照理说应该是游戏当中最后一个 通关以后来的一个场景 因为这里隐藏着这个游戏最厉害的 隐藏boss女武神之王 之前我也说过这个女武神呢 是非常难挑战的这个能打的一个敌人 甚至比最终boss还能 8个女武神全部都搞定以后 就可以拿他们的战利品到这儿 来挑战女武神之王 老父亲就想着搜刷是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藏宝图 就是这个意想不到之处 就是之前快到山巅的时候 第二次上山拿到这个东西 好这里躺着呢就是这个危险矿石 就是咱们升级这个炼刃刀柄的这个素材 这些藏宝图里面放的 基本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稀有素材 就是升级那些特殊的符柄 呼声符之类的 当然呢还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咒术 当然这个咒术不是每一个都有用 比如这个的话还不错 又加卢温又加这个冷却 咱们现在主要就堆这个符温攻击和冷却 这两个属性 力量啊体力啊运气啊这种就 反正有就有没有无所谓 卢温符温输出流 就是这样一个这个配点的思路 咱们拿完这个东西呢 就直接来传送去做这个矮刃下一个任务 顺移到这个穆斯贝尔海姆的这个国度塔 这样可以直接下来做传进去 每次传送的这个 米尔都在讲个故事 核心说是正好想托运营运 是 所以 嗨,這位最主要是他最主要的 但是,這不太有意義 哦?當我停止了意義嗎? 你說Balder把我們追蹤到約翰遍 但那是我們之前知道約翰遍是我們需要去的地方 那是瘋狂的 除了一件事,你已經去約翰遍,所以他正確嗎? 我太疑惑了 那麼,明顯你已經聽到 好吧,這個算是說了一半 兒子沒聽明白,怎麼回事 到底是哪個在前,哪個在後 這個邏輯不對啊 下一回進這個國度傳送間 不是,這個就是這個傳送門 會接著講 這裡我們就先去這個叫蘭蘇爾 還是蘭瑟爾礦區 這個的話好像就沒有什麼出處了 不像這個沃蘭德是有一個出處 不過這個沃蘭德的故事 似乎跟這個遊戲的這個沃蘭德礦區也沒有什麼關係 唯一共同點就是工匠 對,她有關於沃蘭德的 但是她的瘋狂 她的瘋狂,她的瘋狂 她的瘋狂,她的瘋狂 她的瘋狂 她就變得更多 她還要咬她 她最終出門 她的瘋狂 她的瘋狂 尤狂的經歷 她的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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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瘋狂 她的封罪 她有很多時候 她知了她的尊重 她她從來 讓她沒有誤可 好 米米尔你等一下 以后再讲 我们该干活了 叫兰苏尔矿区 之前上一次在国度传送的时候 在传送点传送的时候 米米尔讲了弗里加和弗雷亚的关系 这个游戏给出的解释还算听上去比较合理 两人是同一个人 只不过是把好的那些都归功于弗里加 自己解释了一下 把两个人重叠的 bug 那不能算bug 反正这也是一种理论 反正神话体系没法考证 然后这边矿区搜划东西非常少 就两只乌鸦 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第一只 所以说这个broker的这两只线任务 他主要还是注重战斗 像Iron Sindri的那两个任务 搜刮东西非常多 他说他去远养的远远远远 为... 观察他的失敗 但是然后他逃走 所以当他把小刀抜掉 他刷到一笔 剩下的心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锅里 然后他... 那是所有的东西? 嗯,蛤? 安vari有一个工程中, 和各种工程和工程中, 和一个瓶子。 他还在那里面? 呃,你会骗着他。 你的意思? 你兄弟拿安vari和你, 去看一看。 如果你找到他的刀, 我会骗着你真好。 嘿,别忘了你的刀石。 老父亲非常不情愿, 以搜刮战斗有用的素材为由, 又接了一个智先生。 这个游戏当中的安德瓦利, 他是一个矮人, 当然是矮人。 然后他是一个工匠, 他发明了一个非常厉害的, 可以奴役, 这个叫什么? 远古诗鬼的一个方法, 把他们当作工具人, 干苦力。 结果失控了, 远古诗鬼变成了试魂者, 然后把他的这些工友们, 或者说他的属家们, 学徒们全给吞噬了, 保护他自己。 好, 这里一上来就是一场, 不怎么难的战斗。 现在敌人都是绿血, 绿血就是碾压的意思, 就是我们可以碾压的意思。 现在我们是6级出头, 他们现在都是4级。 这个塔佐如虫啊, 这个海豹, 最好的打法还是这个晕眩, 空手, 把他们顶到墙上, 然后直接撕掉。 普通的这个打法打血的话还挺慢的, 然后他特别怕这个麻痹, 所以说, 让儿子射箭, 把他们麻住以后就可以, 你来打这个晕眩。 这个要比用光剑跟儿子一起打晕眩, 感觉好一点。 然后这个安德瓦利呢, 在神话当中, 在北欧神话当中, 也是有这么一席之地的。 说他这个故事呢, 要牵扯到另外三个矮圈。 这边又有被烧焦的矮圈, 应该都是被试魂者给干死的。 好, 这里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浮温攻击, 准备迎接下一波战斗。 这里呢, 游戏当中非常无耻的一个设定, 我们在地下, 不是地下, 地上, 在地面上是射不到这个爆炸水晶的, 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放下来, 然后爬上去, 儿子才能射到, 这个很奇怪。 他既然这么设定, 那就乖乖照做。 然后这边, 这边刷了这个暗精灵。 暗精灵不是在精灵国度全死了吗? 可能之前渡牙断牙也有。 然后这边这个, 蓝索尔矿区也有。 你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是这个游戏开发的时候, 素材重复利用? 不想为了这个, 蓝索尔矿区再单独做一种决定。 在精灵国度以外的这些精灵, 不知道怎么回事。 儿子站在高处空长呢, 姿势非常帅。 连米米尔都禁不住夸了起来。 好, 这边我们从这个砸开大坑下去就行。 这个安德瓦利呢, 会引出另外三个矮人, 也就是欧特、雷金和法夫纳。 这个三个人在游戏当中也有登场, 只不过呢, 变成了三条巨龙。 之前我们不是在维瑟加德已经做了一个任务吗? 解放巨龙欧特。 然后呢, 这个雷金和法夫纳还没有登场。 当然我们这个可能应该就是在下一集, 就会去找他们俩。 老夫妻嫌烦, 这个戒指怎么合作? 这边的话就一路搜刮, 咱们就讲一讲这个安德瓦利的故事。 这个安德瓦利的故事呢, 要从这个奥丁和这个洛基和海尼尔三个人出去散步。 开始说起来, 他们三个人又出去散步了, 你们老是这三个人。 之前那个伊登的苹果那个故事也是这三个人。 这是第一集讲, 估计大家都忘了。 就是那个夏季伊登。 好, 这边我们开一下进路, 然后呢, 把这个藏宝图剪一下。 这个藏宝图就是撩望塔那个。 之前我们走过了, 但是没捡, 因为没有这个图。 当时提前去这个撩望塔呢, 也是为了去拿那个特点隐藏的那个禁忌的什么什么手柄, 那伏柄呢, 就是咱们现在用的这个。 所以说即便虽然没有拿到藏宝图, 要跑第二趟, 但是我还是毅然决然的去搜刮。 这边可以看到非常难打的。 又是这个远古狮鬼, 又是这个荒原浪人。 但实际上呢, 你下去就知道了这个。 这个远古狮鬼已经死了, 是个尸体, 他不会活。 所以实际上, 你只要打荒原浪人就行了。 我们先下去以后, 不要触发那个荒原浪人, 先把这两个这个眼球给灭了。 然后换成这个外遇重击和下击之爪, 就对付这种有霸气的荒原浪人。 最好的这个浮温攻击, 你看这个下血非常多。 这个下击之爪用的时机不太好, 他刚好拿出这个球, 所以说他这个加上距离, 不知道是因为球还是因为距离, 总之那三下没打到。 那么接下来就是绝招连放, 可以看到像刚才那一招, 这个海伯利昂的猛击也就打那么点血, 而这个外遇重击可以打掉那么多。 好, 把他卸甲以后, 会出一个这个塔佐如宠, 所以说不要受他干扰, 赶紧把这个荒原浪人给干死。 刚才这一招呢就是这个守护者之怒, 好像是。 就是他是出招的过程当中, 张开盾牌那几下往前跳一下, 还有什么挥两下, 那个是无敌的, 所以说这招在前期可以打, 把敌人这个打出板边非常好, 而且他自带无敌。 这个安德瓦利一直在说话, 暗示我们赶紧讲故事, 趁这个搜刮的时候赶紧讲。 这三个人呢, 路上遇见这个饿了, 肚子又是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又容易出事, 肚子饿了看到一个水塔在捕鱼, 然后呢,洛基就上去把这个水塔给杀了, 扒皮吃了。 好,闯祸。 这个水塔呢, 其实就是欧特变的。 这三个人呢, 这个欧特,雷金, 还有法复纳, 他们三个人呢, 是这个一个叫赫瑞德玛的一个人的儿子, 这是个普通, 普通这个矮人。 还有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呢, 各有所长,非常厉害。 这个法复纳呢, 是身强体壮, 然后雷金呢, 是心灵手脚, 非常聪明。 然后这个欧特呢, 他是善于各种变化, 比如说他就会变成这个水塔, 去捕鱼。 当然我怀疑他会不会变别的东西, 因为这个欧特这个名字的英语, 就跟这个英文的水塔长得非常像, 所以我怀疑他应该可能只会变水塔, 不过能变水塔也不错了是吧, 那不是每个人都孙悟空的72遍。 总之就是他们误杀了这个欧特, 然后晚上呢, 又路过了这个赫瑞德玛的家里, 然后呢, 要求借宿一宿, 借宿发现, 这个老附近发现, 怎么把我儿子杀了, 人家把他批发了, 还带回来, 你们还有脸。 当然他不动声色, 还不知道是三位主神。 不动声色, 把他们两个人邀请到家里来, 然后把他们三个人, 海尼尔,奥丁和洛基, 邀请到家里来大鱼大肉喝一顿呢, 趁他们没有防备的时候呢, 把他三人都捆了, 然后要他们偿命。 这个时候呢, 也三个众神, 可能也是刚成为神。 不知道为什么, 就捆住就不能动了, 然后呢, 就非常没面子, 然后就让这个洛基, 先把洛基放了, 让他去想办法, 然后求情。 这些我们先看啊。 之前我们打过这个暗精灵之王啊, 还以为这个暗精灵就灭族了, 没想到这个暗精灵之王, 是四天王, 打完一个还有一个, 打完一个还有一个。 之前渡压断牙, 我们也好像也打了一个暗精灵之王, 这边第三个了, 后面还会遇到。 非常神奇。 这个也是游戏可能, 资源捉襟见肘的一个。 这边不小心被他戳了一下, 没有算好这个时间。 总之, 从现在开始这个男, 大部分的战斗都没有什么技巧可言。 当然你要想打的什么技巧一点, 也是可以的, 而我就不去磨了。 大部分的战斗, 就直接绝招连放啊, 不行。 四个绝招如果干不掉的话, 那么就八个绝招。 符文攻击连放就完事了, 这个符文攻击流派就是这么不讲道。 暗精灵之王。 把他这个战利品搜刮一下, 这叫艾吉尔的守护, 这个是可以让你出霸体的一个守护, 是一个护身符, 还不错, 而且还带孔。 如果你是那种平A硬钢的那种流派的话, 这个护身符应该是不错的。 这边打掉另外一个敖丁度鸭, 这块地方就搜刮干净了。 我们把这个符文攻击换回来, 继续说。 然后呢, 这个洛基就去找办法了嘛。 说那个, 跟先生他们商量一下, 说这个, 那个老, 老父亲赫瑞德马说, 你们要想活命的话可以, 你要找到, 啊, 能够填满我儿子这个水塔那张皮的, 黄金, 那么多黄金。 但他水塔皮呢, 是个魔法, 他是不会, 他是会无限扩张的, 相当于永远都找不到这么多的这个黄金, 相当于是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难题。 然后呢, 洛基就去了。 洛基去的时候呢, 这边我们就拿到了, 拿到了这个锤子, 这个任务的。 连老父亲都觉得非常不错的一个锤子。 任务就算完成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符文啊, 这个这个卷轴呢, 基本上就知道这个游戏安德瓦利了。 他们接着说。 然后洛基呢, 就去找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 就是安德瓦利。 他为什么找安德瓦利呢? 因为安德瓦利, 有很多黄金。 而且呢, 他还有一个戒指, 戒指还可以吸黄金。 就是可以源源不断的去吸黄金的这样一个戒指。 这个戒指叫做安德瓦拉诺特。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戒指连同那些黄金一起抢来了。 偷来了还是抢来了, 这个这个这个版本不同都有。 反正总之是洛基使用了肮脏的手段把它弄到手了。 然后安德瓦利就很生气, 然后他就给这个戒指下了诅咒, 说谁获得这个戒指都会遭受不幸。 下了这样一个诅咒。 然后呢, 洛基就把这个戒指连同黄金给了这个赫瑞德马夫妇。 然后呢, 赫瑞德马虽然说提了那样一个要求, 但是因为这个戒指, 他也是可以无断吸黄金的。 所以说相当于是满足了这个要求条件。 那么就把那两个奥丁和这个海妮给放了。 好吧, 好吧, 这两个任务最后获得的这个终极报仇呢, 就是这个安德瓦利的灵魂。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咒术。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里brock提到了这个终极任务。 需要两人这个重归于好的这个剧情触发, 然后把两人分别的这个任务全都做完才会触发。 这个安德瓦利的这个灵魂非常好。 又加卢温又加冷却。 而且呢, 它同时也是这个之前我提到的那个无线手套的那个彩蛋的那颗灵魂宝石。 灭魂不是六颗宝石吗? 之前我们拿到了外遇, 什么外层国度之眼, 那是空间宝石。 这次拿到灵魂宝石。 还差一颗的话, 咱们就可以触发这个这个手套的特效。 然后最后这个节目最后呢, 咱们去搜刮一下那两张藏宝图。 我们继续把这个故事讲完。 据说这个戒指安德瓦拉诺特或者安德瓦利诺特也是这个指环王那个故事。 就是基于这个戒指所写的。 就是这个戒指安德瓦。 但是,他会继续是一个戒指的。 如果是关于未来, 他将再加上他的继续拖。 它会继续是他的戒指, 他将自己认为全能语言和全能语言。 但是当然, 这意念是控制。 控制的未来。 控制他的贿。 他会继续整整的世界。 各地的各地, 各地车。 各地的权力, 各地的可能性能力, 他想尽不禁止。 即使你最初有没有规断, 你会认为了一天, 你会继续。 好 这里这个名片把这一段给讲完了 奥丁求之远强 他要知道所有对他不利的这些要素 然后把它排除掉 也不安定因素 据说这个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 就是他的这个指环王的这个指环 就是受到这个戒指为圆形写的 当然这个故事千差万别 这里我们搜刮拿一下这个藏宝图 那就可以拿到另外一个危险矿石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双刀的那个刀柄给伸到顶 好 那么这个戒指呢 虽然是给了这俩夫妇赫瑞德玛 但是这个赫瑞德玛呢 这个这个儿子雷金和法夫娜呢 也想得到这个戒指和宝藏 但是这个老父亲非常吝啬 不肯给他们 最后呢 这个法夫娜是直接动手了 把他这个父亲杀掉了 也就应验了这个谁拿到这个戒指 谁就会遭之不幸 遭之不幸 这个这个赫瑞德玛就死了 那么这个戒指呢 就归这个法夫娜所有了 然后呢 法夫娜就化身为一条巨龙啊 守住了这些宝藏 包括这个戒指 包括这个黄金 那么这个呢 守护财网大家有没有想起什么 是不是这个霍比特人 你的死毛泽 所以说你看这个 这个神话体系和这些文学作品 都是互相关联 那么这个戒指的故事呢 没有完 咱们呢 留到下一集再讲 后来他又到了谁手里 又给谁 召之不幸了 是吧 咱们现在知道的是 在法夫娜手上 那么法夫娜迟早也是要死的 法夫娜怎么死的 我们下一集再讲 然后这里我们来到这个杜牙断牙呢 会刷这个暗精灵和这个 一个塔佐如虫 这个暗精灵很好打 但是这个塔佐如虫要非常小心 他等级很高 好像是八级了 八级还是九级 好像是八级 儿子这个辅助打得非常好 来了 刚才可以看到 他钻出来那一下 是红圈攻击 我是一个偶然 把他给顶开了 要是刚才被打中的话 可能直接秒掉了 一个八级的敌人 还是红圈攻击 是非常凶的 赶紧趁他钻到地里 之前把他给灭了 好这边这边这个肿胀的尸体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藏宝图 这边获得的这个以往之时的素材 好像是给那个那个那个就是新德里的那个任务 拿了那个哈一什么那个伏饼升级用的 我有点忘了 总之这些都不是我们最想要的 最想要的就是这个危险矿石 我们现在两个都搜集器 就可以在下一集把这个 练刃的这个刀柄给升到顶了 顺便也把这两个任务完成 那么下一集呢 就可以去做这个矮人兄弟的最后的那个任务 那个任务会给一套非常不错的装备 一定要去做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直接去打这个 迷雾国度尼弗海姆那边给的装备更好 当然我是想过渡一下 当然所有要素要素也都展示一下 那么这个任务呢 下一集再说了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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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